转成全形的 不是总长度 总共几个拜扯 转半形几个拜扯 中间就是相差十个 也就是这个地方会有十个 是英文或者数字 那如何把 这三个串成在一起 这才是最关键的 就可以知道前面 所以我们可以插入函数 那因为我知道三个 所以开头我可以先用什么 先用那个LEN 不是LEN 用LAPT 我要先抓开头几个字 LAPT 就左边 那我要去哪边抓 去前面这个A2 那抓几个的公式在哪里 实际上就是什么 把这一个 有没有 再剪掉什么呢 这一个 先剪这 再剪什么 剪这一个 实际上当然是后面这一个是可以先刮符 其实当然是剪不会影响了 不过如果你刮符会比较清楚 也就是说呢 你是先知道总长度 再剪掉后面这个部分实际上是什么 知道说英文或数字有几个 那剩下来的就中文的 OK 这个 OK好 反正做做看等一下就知道 按打按确定 好有没有 向下填满你会发现 大家会不会正确呢 放开就知道了 应该不会正确 因为这边还没出来 这个要先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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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这边没有做完的话 那等一下会抓这边 抓不到 OK 向下填满 放开 OK 有没有 全部都抓到了 那最后一个应该没有了 所以不会出现 OK好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我刚刚是在 D栏 E栏 F栏 多做几件事 就是总长度 LEN 这个是全部转成全形 全部转成半形 再做计算 所以会有四个公式 当然你最后如果说你希望 后面这个都不要 Delete掉 你也可以全部放一起 但是这公式就很长了 可以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先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我现在网路莫名其妙 出现是不能连线的 也就是说我现在云端 上去可能有点问题 这个就有点麻烦了 因为云端白板 没有网路的话 那就会是问题了 所以刚刚部分先 自己先试试看好了 我先写决一下 那个 我把它截图放在这边 当然这个是 就是分成1、2、3 这个是总长度 这个是转成全形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转成全形 是BigFi 实际上现在那个 这个BigFi就是我们中文的内码 然后ASC又是转回来 那不过现在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因为现在那个 Excel里面还是用BigFi 可是外面的世界 其他像Google 或是像那个 那个苹果电脑 全部都用Unicode UTF8 所以有的时候 像常遇到实际上状况 就是说 Excel东西转到那个 比如说云端上面去 会变乱嘛 为什么 因为这个内码是BigFi 转移